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红山军7号取消在曼谷西郊佛通府的大集会 来看报道 泰国红山军今天取消大集会 数万名红山军暂时离开阿萨路 大都鹏表示这只是热身大集会 松干节后他们要回来开始真正的集会 届时参与人数预计会超过10万人 据了解松干节后 泰国宪法法庭将正式受理英拉是否违宪的指控 一旦英拉被裁决违宪 他将面临立刻下台危机 27名上议员指控英拉三年前罢免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塔维尔 改任他为总理顾问是违宪行为 同时泰国国家反弹委员会则正在调查英拉是否在大米5B案中独职失责 如果英拉被迫下台 红山军很可能采取反政府示威者用过的策略 即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占据政府办公楼交通要道等 泰国舆论批评宪法法庭采取双重标准 前副总李肃贴被控在2010年血腥镇压红山军时犯下的谋杀罪至今未被处理 而反弹委员会也被指责对其他贪污案件反应迟钝 唯独加快对英拉的调查 英拉本人也抗议反弹委员会给他抗辩的实现 比其他同类案件短很多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泰国曼谷报道